看到黄大妈我真的太感慨了 看过段子的同学可能知道 我跟我爸的关系非常好 有了黄大妈之后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鼓励爸爸 我说爸爸你看看别人家的爸妈 太厉害了 我跟我爸真的非常像啊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爸妈经常会带我出去 跟朋友一起吃饭 大人会问小孩一个问题 叫做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别的孩子会说爸爸或者妈妈 我就不一样了 黄黄啊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哎 王叔叔 你这么问就破坏家庭感情了 这被你先干掉好吧 你们有人在五岁就做销售的吗 我在上海呢 被关了整整六十四天 而且我跟我爸妈一起住 相当于被关了两年 哇 两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 我觉得我爸妈都变了 我爸呢一直在家里走来走去 眼睛不停地看着门的方向 看得我好心疼 好想遛他 而我妈呢像个侦察兵 天天在家里传递信息 喂 隔壁楼有情况 不要出门 过一分钟 没事没事 隔壁楼安全 新增啊 在我们楼 我妈传递的信息原则就是 只传快的 不管对的 而我爸呢是个非常正能量的人 他经常会对我跟我妈妈说 要把正能量呢 传递给身边的人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每次看到邻居 我们都会说 快了快了 快解封了 果然有一天 我爸的正能量得到了正反馈 他很得意地说 听隔壁牢里讲啊 我们小区解封了 我说太好了 我妈说 哦 应该是听我讲的 这么说呢 从造谣传谣到批谣 我们家遥遥领先 我爸妈闲下来的时候呢 会做一件零成本的娱乐活动 就是管我 我爸真的很正能量 我在家里抱怨说 不能点奶茶 我爸就拿出龙井跟牛奶 帮我泡了一杯 对我说 这个才是正宗的奶茶 这个是你奶奶的儿子泡的茶 我当时就说 哦 谢谢爸爸 在家三分糖 我爸说 爸爸亲自帮女儿泡奶茶 还不够甜啊 我说 爸爸 我只想加三分糖 不想加十分恶心 我妈呢也管我 每次我熬夜呢 我妈会说 快睡快睡 这么晚还不睡 当心晚上长痘痘啊 我说 妈 现在年轻人 十二点睡都不叫熬夜 再说了 我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正好帮助对抗熬夜暴动 不过呢 快用完了 我爸说 哎呀 没关系 我用一个月的私房钱啊 偷偷帮你买了瓶备用的 是不是很贴心 哎 快点 叫个爸爸 面对我爸妈的双管旗下呢 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抱了志愿者 想暂时逃离这个家 没有想到啊 他们也报名了 这个家还可以追着我跑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 独自隔离的老奶奶 看到我就问 她说 今天发什么 还发这个吗 这就要走了 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又有点心酸 老奶奶找人聊天 就是为了太寂寞 想找人说说话 我在想 我爸和我妈一直管我 不也是为了想找我 多说说话吗 想到这里 我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对着他们大喊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他们也对我回应说 女儿女儿 我们爱你 欢笑传遍了小区 为什么还是先念头文啊 没错 这个结尾是我爸改的 符合我爱喝的奶茶味道 三分糖 十分恶心 谢谢大家 我是波罗 大家好 我是没有绯闻的贺君祥 前段时间 有人传言我出轨 虽然不是真的 但那一刻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 有马叔这样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互相支持 我宣布 从这一刻起 你的脸 由我来守护 马叔 作为演员 刚出道就是女主角 很成功 之后就定下目标 绝对不演女配角 然后马叔就在家里等戏 这一等就是四年 从02年到06年 整整四年 了解你的 知道你在等戏 不了解的 还以为你在家里 备战世界杯呢 最近马叔被打过脸之后 又沉寂了两年 是不好意思出来吗 不 他是在备战今年的奥运会 到时候就给所有裁判上课 诶 没有证据 不要瞎说 好美涵哦 荣竹儿 香港流行小天后 单身了之后 大家都在想 他怎么找不到好男朋友 很难讲啊 你看我 已经有初恋了 那其他的好男人呢 都在肖尔萱那里 荣竹儿还在节目上 献上征婚 这个方法太老套了 唱歌我不懂 但谈恋爱我还是很懂的 以我的经验 假如你遇到新衣的男生 你可以撞翻他的文件夹啊 把奶茶撒在他身上啊 在他面前摔倒啊 摔倒不行 你现在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人敢扶了 上次有个年轻人不懂事 去扶晓尔萱 当时就被讹上了 刘晓光老师 亚洲舞王 我听说你演过乡村爱情故事 但我没看过 听名字还以为是偶像剧 但剧情却不大一样 别的偶像剧都是 小姐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刘晓光老师的偶像剧 小姐 我能请你看我跳支舞吗 我第一次见到肖尔萱 是因为去演她MV的男主角 当时我很年轻嘛 也还蛮帅的 结果拍完MV之后 就让我回家了 我说 就这样结束了 不用我送你吗 夏小萱说 不用啦 我说那你送送我啊 夏小萱就 我车坐不下 我先走 我开车去了 夏小萱的资产虽然很多 但是很努力地在赚钱 14年的时候 凭借着65场商演 成为台湾艺员收入榜的第三名 有人问她 你都有这么多资产了 干嘛还要这么努力 夏小萱说 你不懂 谈恋爱太费钱了 你不理财 年轻人才不理你 都说夏小萱经常陷入感情 不顾事业 但她拼搏事业 不就是为了陷入感情吗 夏小萱为了接触小鲜肉 疯狂录歌拍MV 有的时候没有歌 也要先拍MV 还跟工作人员说 歌没了可以再写 演员再不拍可就老了 听说新男友黄浩就是她MV的男主角 也不知道是先有的歌 还是先有的黄浩 夏小萱跟前任分手还可以做朋友 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尤其是跟十几个人同时做朋友 很难的 逢年过节还要走动走动 差点就没时间唱歌了 每次小小萱谈了新的男朋友 都说她怎么那么简单 就能最后找到帅哥男友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也许人家背地里努力了一百次 才成功一次 所以不要总羡慕她啊 恋爱宝典多看一看 偶像剧多看一看 只要你们也拥有小小萱的毅力和精神 以及她的资产 你们也能拥有像她一样的爱情 谢谢大家 我是何俊翔 大家好 我是杨奔 我们这次的舞美 走的是那个地下的路线 是吧 然后我来了以后 看见晋级区这一排破椅子 我说 我说你这个地下元素 不能是地下铁吧 你这就是啊 而且根据往年的经验 就是晋级的人 一定是要多于那边的椅子的 那以后人家 后面晋级的人怎么办啊 你走过去跑去 谁给新人让个座啊 来 而且我们脱口舰员真的也非常好糊弄 对吧 就是这个玩意儿你们第一次看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四灯和三灯的区别 然后所有人看他生起来说 哇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我这边哪厉害啊 这哪厉害啊 这个玩意儿在地铁站就叫电梯 行了 讲点我自己的事吧 要不啊 我现在就是 这一年之后 我有确实有个感觉啊 我感觉 我去年的求婚确实有点太高调了 你知道吗 就是前段时间 我和一个综艺界的前辈一起去吃饭 然后别人就问他 就说 哎 你怎么看这个杨本在节目上 这个求婚啊 是不是特别厉害啊 前辈微微一笑 对我的评价只有三个字 太年轻 这个前辈就是李淡了 但是跟你们说实话 就是 这个求婚这个事 真的给我自己挖了一个坑 因为当时求完婚之后 我要自己去买那个钻戒 我之前对这些珠宝根本不了解 我第一次去逛珠宝店的时候我才发现 无知是你逛奢侈品店最大的底气 我进去之后人家说 您这个来看钻石呀 我说 对 您想看一个多大的钻戒呀 我说 无所谓 你们这儿最大的是哪一个呀 说完这句话店长出来伺候我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真的只想知道最大的是哪一个而已 所以我真的很烦那些收拾品店员 就是你卖我东西就卖我东西 你不要烤我 那些店员上过来就是 您来看钻戒呀 那您之前对钻石的种类有什么了解吗 我说 我之前有一些了解来着 但是可能记得不太清了 我就记得 黄钻石空间 绿钻是音乐 粉钻是什么的 胡云觉得我在耍他 恶恶地跟我说 宠物 不要烤我 还有一家店 还有一家店叫海瑞温斯顿 这太夸张了 他上来跟我说 他们家那个钻石啊 正面有个H 背面有个W 这象征着 这个婚姻当中 这个身份的缩写 你知道这个HW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啥呀 海王嘛 我就是不明白 就是这个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买钻戒 我还去查了一下 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说 说有一个奥地利的贵族 路过了法国 爱上了一个姑娘 然后呢就送了一个钻石 从此钻石就是婚姻的象征了 我当时心想 要不人家这个欧洲人会做生意呢 是吧 就是一个王公贵族的传说 就像世界上 所有人都在买钻戒 我们呢 乾隆六下江南 从此有了鸭血粉丝汤 然后我就特别不明白 就是那些卖钻戒的 他为了让把这个钻戒卖出去 让你觉得心安理得 他会设置很多所谓的小巧思 是吧 就比如店员跟我说 就说啊 如果你买了这个我们家的钻戒的话 您可以在戒指的内壁上呢 刻上一圈 你认为有意义的数字 结婚的纪念日也生日也都行 你想刻什么呀 我说把价格给我刻上去 后来 后来我买了戒指之后 节目还没播 我只能暂时把戒指存在店里 然后加了那个女销售的微信 但是那个女销售她为了月底充业绩 她就老问我什么时候来娶 一方面呢我不能让刘培育知道我求婚了 另一方面我又要安抚好女销售的情绪 怎么说呢 那段时间真是我感情五年来最刺激的半个月了 我说正吃的饭呢 一看手机 我去个厕所 她又问你什么时候来娶呀 我说不是跟你说了我最近没时间吧 然后这么反复几次之后我跟你说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我就又躲在卫生间里给她发微信 我说 如果以后我不主动联系你的话 你就不要给我发微信 此条收到不回复 然后坑删除 但是女朋友一下子就会感觉出来不一样的嘛 然后她在我那个手机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 一点进去聊天记录一片空白 她就问我说这是谁啊 然后我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我要不问一下 然后她好像一把抓住什么把柄的样子 你别动你别动 胜券在 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经验 她说你别瞎发 我说什么 你发什么 你就先发俩字 在吗 我当时真的吓死了 我真的祈求她的墨删了 结果发完之后 没想到那个女销售秒回 她直接回 杨哥你最近有空来我这儿了 我还没有犯下 我都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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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怎么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Alva的吐槽大会 见到现场这么多的嘉宾 让我突然间怀念我自己的演唱会上来了 我的演唱会嘉宾 一般来说都是黎明啊 刘德华啊 张学友啊 随便来一个Alva都会嫌他年纪大 何君祥早年出演过Alva的MV 可是当时候没有引起Alva的注意 后来他去拍了全罗写真 还是得不到Alva的主意 后来他已经老了 听说今天来了一个亚洲舞王 我没有看过他跳舞 我不敢 因为 但是我知道他师父 因为我上过春晚 还上过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次 七次 春晚的舞台真的好绚烂 可惜大哥你没有上过 是个是个是个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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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对 麻烦你帮我给你师父带一句话 我十分想见赵本山 我们说粤语的 见到帅哥都会说 俩仔 对 但是见到赵四 赵四先生 我实在真的是叫不出 我最多呢 只能够说你是 仔 你就是整条街最暗淡的仔 你就是整条街最暗淡的仔 我自己有一个原则 就是朋友的感情我绝不干涉 马术不一样 他特别的热心 朋友的感情他特别喜欢帮忙 刚刚他说要跟我做朋友 那正好啊我单身 可以都帮帮我 不要帮那些有家庭的人哦 OK 我愿望他 Alva跟我也是歌手 他特别喜欢跟观众互动 在网路上有很多 他互动的比较尴尬的场面 我说嘿 你说嘿嘿 哦 最后 真的没有一个人跟他嘿嘿 大家在心中 呵呵 你们都说Alva没有那么火了 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 乱说 我肯定 这个世界上面起码有16个人认识他 16个年轻人认识他 Alva一直非常的潇洒 整个人他也大方的承认 老实说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原来的样子 眼睛小小的特别有味道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男朋友都没有看过 因为那时候他的男朋友还不被允许看电视 Alva有好多的前任 而且都能做朋友 有一句话说 多个朋友多条路 Alva的路所以特别的多 而且中横交错 走哪都会碰到前男友 前男友都能碰到前前男友 其实我知道Alva呢是个非常小女生的女生 跟我不一样 我就是特别男生的女生 所以呢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认识那么多年轻的男孩子呢 而我不可以 明明年轻的男生就是需要我这样的女生去保护嘛 而且我会给他们好多的安全感 我会拎瓶盖啊 拿行李啊 修马桶啊 如果我帮不过来 我会请马苏来帮忙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因为又有人找他帮忙了 其实呢 我觉得女生找对象 最重要还是得找 适合自己的 小鲜肉固然好 但是真的不一定是我的菜 好在 菜这个东西呢 只要配上海天黄豆浆 真闷斩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观众朋友可以去试试 Alva也可以去试试 可以跟你的鲜肉男朋友一起吃 老美味啦 好 我很羡慕Alva 因为他对感情非常的投入 感情上的事情呢 我觉得好难控制 我还是希望可以 把时间放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 多唱点好歌啊 多拍一点让你们 吐槽的电影 在工作上面承受自己的价值 当一个人有价值的 时候 他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接下来 我想要的就是感情 你们谁都别拦我 谢谢大家 我是没有感情的容祖儿 大家好 我是护兰 今天这个场合 你看今天这一场 贺军祥叫什么女神收割机 夏海轩鲜肉收割机 赵四会开收割机 这个气质 刚才我就坐那儿 我满脑子就一个想法 贺军祥好帅呀 真的好帅 刚才在后台有人说贺军祥长残了 我说那我要去看一看 结果一看 这叫长残了 那我和赵四 那就叫没进化好 人家都长成这样了 我们这说话走路都还不利索呢 贺军祥我真的还挺恨他的 就是上学的时候 我们这些丑小孩玩的挺好的 结果女生一看电视 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帅气 又坏坏的男生 前一天女生看完贺军祥的电视剧 没空写作业 第二天来抄我的 抄完之后又觉得我不够坏 我生气其实他也没啥演技 就那么几招 眼睛放电 要么就是嘴角一歪 女生咯 口水都流穿了 你看赵四嘴角一歪 自己口水流穿了 我们跟赵四聊天 他总喜欢说在气质这一块 你四哥卡得死死的 那也的确了他之前出国下了飞机 被海关摁在那儿问了三个多小时 他那气质被海关卡得死死的 海关就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适合入关 这啥海关呀 回山海关吧 马苏 闲人 马大姐 就喜欢管闲事 之前跑去骂那个家暴男刘舟成 跟他没啥关系 他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最后他出事了 人家用同样的话来骂他 你说他拔了半天刀 最后扎自己身上了 那个另外那事不也是吗 跟他没啥关系 他非要掺一会儿 觉得自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最后整个事情结束 大家看看伤害那里的马苏 有鼠鼠鼠的身上的刀 还敢看 这马苏真是两面三刀 我太不容易了 他除了管闲事 还喜欢凑这儿呢 刚才说肖亚学员 气质像谢大脚 我觉得马苏这气质 更像谢大脚 管闲事 凑这儿呢 最关键的还喜欢 给人介绍对象 真没有 真没有 行 不说 那个事 咱们不说 那个事 说他喜欢凑热闹 之前有新闻 说他去追星 去机场给XO去接机 实际情况是他下了飞机 他看那边人挺多 挺好玩 就想去看一看 你还问他说 你这是看谁啊 他说我就是看热闹 人家粉丝在那喊 XO我爱你 我给你接机 马苏也喊 机票 酒店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面订就对了 他喜欢逼着大家管他叫马漂亮 你说你多亏是个女的 你要是个男的 还不得逼着大家管你叫马大帅啊 荣祖儿 荣祖儿真正的实力派 就很不容易 他刚才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长得不好看 被公司解约了 这怎么还长得违约了呢 最近不能提韦鱼 笑狗文化最近很闹喜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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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不说 他一路唱到天后 后来拍电影 2012年他和胡哥主演了一部电影 票房168万 那可是胡哥啊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是主角是胡哥 你还挺想看的 但主角是胡哥和荣祖儿 你就感觉这电影是在骗钱 你要是不信息 买张票去看 你就会在电影院 零零散散看到几个 也都不那么大聪明样子的人 在角落里面 你还会看到一两对情侣 就觉得哎呀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好的片 人少 夏小萱 我说夏小萱 有人说她过气了 总去小县城的楼盘里面 去开盘捞金 说搂啥 我个人觉得说 凭自己本事赚钱 无可厚非 就是那场合真的不适合唱歌 他还抬上唱 我在唱什么 下面观众说 你唱什么自己不知道吗 快点的还等着杨浩呢 最近回归了大家的视线 就是她交什么小男朋友这件事 人家网上一说男友多 都是什么细数盘点 夏小萱她的前男友 在网上是有个表格的 里面列着什么姓名 职业年龄差 你从下网上看 小两岁的 小三岁的 小五岁的 小八岁的 小十三岁的 有人说她挤油 她挤的是 费波纳切树裂呀 你们还算听懂了 我给建国掌这个段子的时候 她的反应是 纳切 谁纳切 现在还敢纳切 说实话 我在网上第一次看到 小小轩男友的时候 我第一次反应就是 这小轩男友咋想的 岁数差了这么多 后来看到小小轩 对她男友那么好的时候 我就想对小小轩说一句 阿姨我也不想努力了 好怕呀 开玩笑开玩笑 对吧 其实我已经有阿姨了 对吧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什么阿姨不阿姨的 全得靠自己努力 对吧 就是这样 就是新的一年到了 就最后还是想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爱情 已经有爱情的呢 就别瞎找了 守护好自己的爱情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谢谢 How are they treating you baby How are they treating you How are they treating you OK 大家好我是黄浩 我的表演会很短 我的表演会很短 我怕我演得太久 一下台 他已经换 他 他已经换男友了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快三年 对我来讲是很长的时间 毕竟我也没有活过几个三年 毕竟我也没有活过几个三年 很可爱 所以我们是很认真的谈恋爱 至少我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餐厅 进来的时候 他戴着墨金 第一只头很酷 我就觉得 天哪 晚上为什么戴墨金呢 我就问我朋友 他是谁啊 我朋友说 你不认识他吗 他是天后 我说 我不认识啊 现在 没有年轻人喜欢他吧 现在没有年轻人喜欢他吧 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个 然后我的朋友说 你对天后的力量 一无所知 就是 他是一个MV男主主 就是我 拍之前 Albert就给我看 吴彦祖 跟他拍的MV 里面 吴彦祖就是抱着他 背着他 看完我就对Albert说 我很想早一点认识你 这样就是抱着你 背着你 就是我 后来我才发现 那时候是02年拍的 我才记得 背不动他的 背不动他的 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他跟别的女孩子一样 也会 小焦 也会照顾人 不出门的时候也不洗头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 你们的节目 请他来 所以他终于啃起头了 我们的年龄身份地位 真的有很大的选辞 我也犹豫过很久 我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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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觉得 我不能再犹豫了 毕竟要当他的男友 再犹豫 就超领了 开玩笑 我们在一起 是因为 我们都 觉得 爱战斗全 年纪不重要 重要就是 我们两个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题 对 虽然我们年纪差很大 但我们没有带过 谢谢大家 我是王浩 大家好 我叫刘晓光 刘晓光 刘晓光 好像没怎么印出来 看来 看来我就得用 用电视剧里的 那个人物的造型 我觉得 能有呐喊声 我觉得 大家好 好 那个 我叫刘晓光 也就是 乡村爱情造势的扮演者 灵 灵魂的舞者 亚洲气质舞王 李伍拉斯 你四哥 为什么说些心里话 今天早上我从象牙山 往这来的时候 你还不信 你还不信 当时呢 我亲家刘能呢 就含着眼泪 一直送我到小村口 就跟我说 说那个老四啊 我能不能领我上 吐槽大会看节目 我说你 我说你 滚一遍去 我说你磕巴巴巴 你去 你当那 要你笑吗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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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威胁谁呢 我说你 你向阳山方圆三国旅 左右 你打听打听 还肯定爱揍 我说 我哪天不爱揍啊 我说 那个 爱不爱揍这事呢 咱先不说 咱今天咱主 我主要是先 谈一下马叔的事 马叔呢 曾经 几年前呢 我曾经指导过演小品 教他一半 后来我觉得 不行放弃了 我为什么放弃了 因为你 尼古拉斯 你四哥的演出 你就特别的 表演这风格 特别的霸气 就 我一叫完马叔 马叔他要上演小品 是不是这么演 大家好 我是马叔 那个给朋友演段小品 这小品名字叫什么呢 打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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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有人问了 有人观众说 打脸疼不疼 马叔就得这么说 咋不疼呢 你没看 嘴都打瘦瘦了吗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贺君祥 贺君祥老师 就是 小伙子长得 挺帅的 但是呢 他的事业发展的 挺一般 我不怕你生气 我听说你刚出道的时候 就陪你演戏的是谁呢 是李一峰陪你演戏 但是有的观众呢 就说你演戏太一般了 观众说的不是不对 因为你一点特点没有 你比方说我演戏 特点非常明显 这嘴 特别明显 今天初次见面 四哥就是也大方点 把我这把喇的使用权 送给你 你回去你照镜子自个儿练 这种懒 当你学会懒嘴的时候 即使你演不过李一峰 在剧主这一块 你也能调解气氛 对不对 勇主儿他的事业 飞黄腾党 他能赚钱呢 但是他愿意给男朋友划 但是你放心 我造事这辈子 这辈子绝对不会花女人钱 但我说这意思啊 不是说我想 不是说我想跟你要相处 加不去手 没那意思 因为我有孩子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喜欢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灿烂的笑容 但是你决定不能拿我这给你的笑容 你当爱情 因为啥呢 我在这里吃过亏我 好 好 刚才呢我果断地拒绝了容祖儿 我今天就是笨谁来的 就笨 萧亚轩女士来的 因为我是亚洲舞王 众所都知 而你是亚洲舞后 你知道这个名 让我媳妇知道了 她都永远把我挠死 你信不信 我今天来就想澄清一件事 萧亚轩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知道不 心啥呢大哥 心里没数吗 萧大姐呢 这人呢 我们虽然没见过面 但是她身上呢 有一种气质 特别霸气 是个大姐的风凡 就是知疼知热 愿意关心别人 就有这种气质的女人 就是目前在你四个心目中 就有一个人 谢大姐 但是我不光听你 就是还会唱歌 你唱歌唱得叫 那歌唱得挺好 叫爱的猪大哥 爱的猪大哥 但是我发现你 据我了解 你爱的都是小老弟啊 我觉得 我给你个建议吧 我们中国的爱情 讲就是门当户对 你理解过 门当户对 这是我儿子微信 一会儿你拿着你过来加一下 138 430 后面直接喊他名 我们亚洲气质的自己舞蹈事业 终于有了传承人了 大家好 我是Alva 小雅萱 黄浩刚刚的表演很棒哦 很敢讲 恭喜你 你已经是我的前男友了 你们真的还蛮过分的哦 这哪里是吐槽大会 根本就是一个磨黑大会吧 其实这次来呢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来 因为其实我 还有很多工作 其实可以等着我 像很多楼盘开业啊 我是不是 可以去接超多超多的 我可能就抵过上 那个100个吐槽大会吧 但其他人 你们说我什么 我都会不生气 特别是 建国 忽兰 和贺君祥 因为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 放在眼前 所以 刚才黄浩在这边 哦对 你没有 那那来来 你来 还不在呢 来来来 来 快快 你为什么想跟我表白 来说说看 反正他等一下 说不定就变成男友 你说不定可以当下一个 我喜欢您的这些艺术作品 这些年的其实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吧 其实算是有很多尊重 你害羞了吗 你害羞了吗 好了 回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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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怂样 他脸红了 其实我也心跳很快 我基本上是没有真的没有交过70 70个 17 我根本没有交过那么多 但是约会过非常多 没有错 看一个电影也是个约会嘛 吃个晚餐也算约会 所以上百个不算什么 谈恋爱不丢脸 约会有什么好丢脸 但是我觉得 嫉妒别人 有恋爱的人 比较丢脸 是不是 那我的恋爱秘籍啊 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饼 我跟黄浩白时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是 的确是 还蛮 蛮喜欢他的 觉得好像有点可能 然后 他其实比较犹豫 所以我就在等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没有 开那个口 就不知不觉 我就自己就 慢慢就会比较靠近一点啊 然后等啊 看眼神 有没有跟我交会 感觉到底有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他就在这 有没有感觉 然后组合其实 我认识很久 但是没有特别的熟 那每次其实都会打招呼 然后很热情 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那 每次我都会 跟他一样 在演唱会 其实大家歌手都会 就我们说 嘿 组合说 嘿嘿 所以我们就会 嘿 嘿嘿 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这个 很配合 但是我遇到某些观众 就会特别冷淡 冷漠 那对我来讲 不管今天是只有一个人 十个人 或是上百个人 上万个人 对我来说都是全部 所以我会用尽全力 用尽力量 去吼 不管我是在哪个地方 我都会很大声 就算在深山野里面 我都会说 嘿 那 再上 嘿 我说嘿 你说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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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嘿 你说嘿 嘿 嘿 我知道好像太久没开演唱会 我快要开始唱歌了 不过 我知道组合其实之前的初恋男友 我不知道可以提这个吗 不可以吗 确定 就是 对 曾经做劈腿的事情 然后 你也去 很生气的 反应了一些 反击了一些事情 好久以前了 太久以前 对 其实我也做过类似的事了 真的吗 但是我很勇敢就剪断它 哈 剪 剪哪里 这场真的让人害怕啊 剪断最断感情 关系 OK 主要劈腿以后就不用再勉强维持了 你就要敢爱敢恨 不适合就分手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 从年轻人身上学习到的一个道理 哈哈哈哈 那小美非常帅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拍爱情风惯玉米的时候 诶 蜜语 蜜语的时候 但她是非常非常的害羞 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疲劳 其实 呃彼此之间都没有互动 那我觉得是她没有跟我对到那个眼神 明明我就是在等 但是为什么 哦 为什么 哦 我们那时候没什么对到戏 对但是我们一起坐在对面 就这样子 你在这儿我在这儿补妆 哦真的吗 你看 是不是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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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在刚来的时候看一下那个你的写真书 哈哈哈哈 还是一个非常 delicious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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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所以 我觉得呃 非常非常羡慕你身边的人现在 嗯 黄浩 学一段点哈 哈哈哈 马苏 马苏 在网路上有很多的争议 关于那些事 我也不是当事人 我就不说了 呃 因为我觉得 别人的事 你要是 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最好不要乱发生 你要是了解的很清楚 那更不要乱发生 之前有些人夸我是亚洲舞后 但我看了亚洲舞王的舞蹈之后呢 我觉得我根本不配当亚洲舞后 哈哈哈 李文才是真正的 亚洲舞后 我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 恋爱 小天才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呢 在这个演艺圈这个行业呢 没有所谓的过气艺人 所以我看你有没有找到 真正好的楼牌去开业的巨星 那这几年呢 其实我很努力在做音乐 也很努力在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呃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舞台 其实忘记过自己 生存在这里的原因 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慢慢去发觉自己 找回自己的真相 所以我即将推出我的新专辑 赤裸真相 Nigged Truth 呃 这张专辑我筹备的五年 比我任何一段 恋情都还要长 那接下来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再跟我嘿一次 我说嘿 嘿 嘿 你说嘿 嘿 大家一起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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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我是 艾伯小亚轩 Ну 喲大家好吗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姆 各位明星嘉宾你们好吗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卡姆 掌烧岗你好吗 我是你的脱口秀启蒙老师卡姆 今天请的嘉宾又是除了赵四 我全都不认识 又得一个个上网查资料 写他们段子太累了 尤其是小亚轩 他火得实在 实在是太早了 百度上根本搜不到 得去图书馆 历史书上都没有 得看进化论 就在钻木取火前一章节 小的幽默 我的幽默方式算是 开个玩笑 既然是在喜剧的舞台上 我就冒昧地开了一个小的玩笑 您坐吧 有啥事坐着聊 那我坐吧 其实百度上可以搜到 不过一搜小亚轩 第一个蹦出来就是 小亚轩有多少个前男友 我也好奇啊 我就抬手 轻轻那么一点 手机流量当场不够了 手机直接停机 那天还是月初 办的还是无限流量套餐 小亚轩从小 从小妈妈对她都非常严格 从小都是嘴下不留情 有一天她妈妈说 实在对不起 把你生成这样 鼻子下巴 脸心都挺好的 就是这个眼睛 好笑呀 小亚轩说 阿姨我是李淡 什么 掌烧杠 这还不错吧 还可以吧 小亚轩六岁的时候抓周 面前放着剪刀 毛笔和锄头 爸爸说 开始他冲过相关的 爸爸手机下载了微信 注册了微信 然后打开附近的人 加了个两岁男宝宝的微信 本来我看肖亚轩怎么说 也是前辈的艺人 我还挺尊重他的 结果突然听说 他有个前男友是95年的 我也是95年的 我都不敢跟他对视了 怕他爱上我 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我们男生宿舍门口 看到一个找男朋友 这种小广告 我打过去 发现对面是肖亚轩 把我给气了 我说你这叫什么找男朋友 你贴做广告了 你那应该叫重金求子 您的部分就过了 可以做了 赵四老师站一下吧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这是我自己的真人真事 我小的时候 看那个《本山快乐营》 我真的以为 扮演赵四的角色 就天生有这个 这个抽嘴的毛病 我真以为 那个演员就有这个毛病 我以为那演员 从小就是这样 小时候过神人那种 爸爸说 来 儿子 吹个蜡烛 许个烟 我怎么吹不上也吧 孩子放这个 谢谢爸爸 您可以做了 贺君祥来 小名叫小美 他的小名居然叫小美 为什么一个男人的小名 会叫小美 一个男人你怎么能用美来形容呢 你见过什么时候 俩哥们儿见面 哎 what's up bro 最近怎么样 哎 你这发现了 真美 哎 卡姆林的看你 脱口秀段子 那个拍肚子 那段子真美 哎 满满 整烧港 昨天你那个吐槽 你那个主筛 真的真丑 最后一期了 我不要命了 反正我不要命了 已经最后一期了 拍完我直接就回家了 回老家 贺君祥这哥们儿 为了显示自己身材好 所有安慰里都广膀子 在那个李光杰的那个歌 哎 错 他们俩还有一个小活动 他们脱口秀大会的小门童站起来 拉拉拉自己的腰 慢慢地坐下了 用他常规的表演盯着卡姆 他那个贺君祥 他所有安慰里面都要广膀子 在以前有个安慰 叫那个李新杰的一个歌 叫爱错里面 在那个安慰的结局 男主角拿着枪指着他 他还是广着膀子 你要穿得宽松点 说不定那子弹就打你袖子上了 好不好 他所有安慰都在广膀子 你把他所有的安慰串起来看 其实不电影 叫找短袖 聊聊马苏吧 要不咱就 是不是 该聊到他了 当年马苏在嘎那电影节上 走红毯走了整整六分钟 郑昌人一两分钟 他走了六分钟 我看了那个视频 从第二十三分钟到第二十八分钟 他走了一米 五分钟走了一米 我姥姥翻着跟头走都比你快 把那红毯都给走褪色了 六分钟如果他走完 他影子还在那呢 我还以为我们住这呢 你们现在去看 嘎那红毯上面 还有俩深深的高跟鞋印 就是他留的 那视频里面 他走到五分钟 工作人都在劝他的嘎那 都说你赶紧走吧 我求你了 马苏说 I don't know English My foot is so heavy I don't go home This is my home 视频最后他还听劝了 稍微走了几步 然后突然又 哦我忘带东西 摄影师都 哎呀他怎么又回来 我已经拍了3000张大的照片 他走的慢的 我都分不清 我再拍照片 还是拍视频 我觉得上学的时候 马苏上学的时候 要是参加运动会 跑步项目的话 竞争对手 只需要在他的跑道上面 放一个小红毯就可以了 这边跑着 一刀小红毯 谁扔的纸巾 谢谢大家 我是卡姆 大家好 我是马苏 你说这两年呀 我都没敢吱声 把自己都藏得好好的 谁知道这吐槽大会 他还是能找着我 但是其实啊 我一直隐隐地 有一种感觉 吐槽大会 他迟早会来找我 真的 自从我管完闲事以后呢 我确实是火了 火到没朋友 有一天啊 我看那个朋友圈 有人就发着 打麻将 三缺一 在线等 我一看 这事我能帮上忙啊 我嗷一下子 我就冲过去 我进门之后 人就问我 你来干啥呀 三缺一 打麻将啊 不缺不缺 我们改斗地主了 当然了 我知道 我来这个节目呢 节目组是想 听我说八卦的 好 那我就 从贺君祥开始吧 贺君祥 和很多女神合作过 还拍过 萧亚轩的MV 萧亚轩 那可厉害了 鲜肉收割机 谈过很多男朋友 都是鲜肉 但是 他居然就没把 贺君祥 给收割了 我很欣赏他们 在娱乐圈 一男一女 真的可以 只谈工作 不谈感情 当初 我要不是因为 信了这个 我能被啪啪打脸吗 当然了 贺君祥 他是好男人 在结婚前 零绯闻 唯一的绯闻对象 郑元昌 这也太假了吧 我都不带信的 但是之后呢 贺君祥 婚后两次传出 和辣妹当街 当街他能干啥呀 你说当街他能干啥呀 他就想当街 澄清 他和郑元昌的绯闻吧 其实 下次有这事 不是那么麻烦 跟我说 我给你发微博 我给你正平 很好 很好 小光哥呢 我俩合作过 之前一起演过小皮 大家都叫他四哥 但我觉得 人家就像一大哥 就那种 社会大哥 别吵吵 不然 沈阳你回不去了 哎呀妈呀 我就看着他那气场 我就有点害怕 不过后来我一行子 你说 我怕他干啥呀 不是我回沈阳干啥呀 我一哈儿滨的 容索尔 开演唱会 经常超时 之前 十九场演唱会 几乎长场超时 那罚款 百万元 哎妈呀 人家开演唱会 那是赚钱 你开演唱会 那是往里搭钱呢 但是这事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也超时 我在红毯上超时 我就多站几分钟 拍我 拍我 顶多人家骂骂我 蹭红毯 从来没提罚款的事 多划算呀 容索尔呢 曾经在节目里 在线征婚 说呢 他想在四十岁的时候 把自己嫁出去 其实这种苦恼 我也有 因为 咱俩岁数也差不多 我也经常被催婚 可是我就从来 不在节目里 说这种话 所以现在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而留给我的时间 还很多呀 不要轻易地立FLAG 立了 容易打脸 这节目是好 说说我们的 古咖夏野萱吧 他现在的男朋友呢 比他小十六岁 小十六岁 古话说得好 女大三 包金砖 女大四 扶寿制 女大五 女大六 女大七 女大十 样样直 他都有说法 可是再往上 咔嚓 没了 为啥呀 因为人家古人 也没想到 还能有 这种情况呢 哎呀 萧亚轩呢 跟他这个 现男友交往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明星 他就逼着人家 看他所有的MV 他的MV 有跟他前任拍的呀 那你说 这看起来 多少是不是 就有点尴尬呀 那他一边看 他就得一边解释 这是我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前前前前 前男友 唱跳听后 看自己MV 玩说唱 哎呀妈呀 我咋又提 说唱呢 我提这玩意儿干啥呀 我这人就是 这么多长技巧 哎 其实 做人吧 真的应该 吃一切 长一智 好帮忙 热心肠 没毛病 但毕竟呢 我也是个公众人物 不该不加思考 去做一些 闲人马大姐的事 东西可以乱吃 话 绝对不要乱说 啥也不说了 对不起大家 我是马思 他最先上场 动之不住的接一歌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哎呀太好了 我们这一季节目 最后一期了 来的嘉宾 也就非常的重量级 荣祖儿 肖亚轩 这都是 二十多年前的金曲天后 然后人家这个 放到今天来看 也非常的了不起 人家这个金曲的金啊 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像现在很多 手机颜色的命名一样啊 就什么 深空灰 海岛蓝 蔷薇粉 人家这个金就是这个 退休金啊 你就感觉人家一上来 我们节目效果 马上就有了保险 就有了这个养老保险 有人说 哎 你这两个段子 好像听起来一样了 那怎么可能一样呢 是不是 五险一金里面 包含养老保险 不包含退休金 包含的是公鸡金 我能不懂这个 我穿得跟个公鸡似的 我能不懂公鸡金 林林耿大王 马苏老师 马苏 网上对她的评价 很统一 没有争议 五星差评 这个大姐 啥也不知道 就敢出去给人作证 全互联网第一猛夫 刚才在后台 我跟她聊天呢 我说姐呀 你真勇猛 我觉得你啥活都敢接 上到解答 哥德巴赫猜想 下到维修电瓶车 我觉得就没有 你不敢干的 马苏听完说 那维修电瓶车 我哪会呀 我合起合起 我说咋的呢 你那意思 哥德巴赫猜想 你能解呀 2018年呢 马苏在这个 嘎那走红毯的时候 走的是恋恋不舍 20米的红毯 足足走了六分钟 我想来想去 这个可能只有 动用赵丝的五步去走 才能办得到 就是我走三步 我退两步 再走两步 退三步 以退为进 尽少退度 我方能撑满这个六分钟 走到最后 后来保安都来 轰他了 说你别走了 马苏还横他 说平常不让我走 我这闯红灯了 我还是酒驾了 保安说你逆行了 说说赵慎啊 四哥的那个步伐 我不学了 我怕摔死 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特别喜欢 看四哥跳舞 太好玩了 我觉得不止我们 他自己肯定也特别爱看 每天晚上躺在炕上 翘着腿 看着这两条腿呀 不由自主地来回乱动 自己在那买 真好 我的腿 能玩一年 我就觉得呢 就有的时候真的 长相啊 能够决定命运 长相能够影响 大家对你的态度 你比如说 贺君祥 他犯了错 大家的反应就是 好想原谅他 马苏犯了错 不想原谅他呀 赵慎犯了错 大家的反应是 我就说吧 我就说吧 我直接说什么来着 是不是出事了 现在你们信了吗 当然那个 大家对马苏恨归恨啊 事情呢 不能混淆 是不是 贺君祥和赵慎犯的 那种错误呢 马苏并没有犯过啊 肖雅轩 这是我们的 今天的主卡 真正的 昨日之星 他最红的那些年呢 我很年轻 我年轻到 我还去看过一场 他的演唱会 在人山人海当中 我觉得我们彼此 至少对视过一秒 然后他就没有注视我 他并没有看上我 你看这个 我就说长相决定命运吧 我的长相 让他没有注意到 我的内涵 错够了我这么好 一个黄花大小伙子 夏矮轩命太苦了 真的很可惜啊 雅轩姐很可惜 夏矮轩呢 他有一段这个 真正的名场面 就是2013年 那次活动上 他当嘉宾唱了一首歌 唱到最后 就对着观众大喊 嘉宾的朋友们 我说嘿 你说嘿嘿 鸭雀无声 真的特别惨 然后之后那个 运用镜头的那个人 那运用的镜头 也特别的气人 从肖雅轩的身上 直接移开 扫到了所有观众的脸 所有观众面无表情 你就感觉 那个摄影师是故意的 说哎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 现场有多尴尬吗 看就是这么尴尬 你们学的也挺好的 挺像那天的啊 其实姐啊 我觉得这个 观众面无表情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那就是观众老是 给您面子 我跟你说 那场演唱会上 真的 也就是我没有在观众席 要是我在 您在上面拿个麦封 我说嘿 你说嘿嘿嘿 麦克风递出去 我一把就抢过来 嘿嘿嘿 到我喽 你说嘿 你看你看 你看有人理你吗 你在这儿嘿嘿嘿 我本来也不想理你的 你要不 我就是问问你 上次我看你演唱会 为什么没有多看我一眼 你现在注意到我了吗 你有没有对我心动 你有没有想把我带走 你想带走 你就得快点 你再把我带走 保安就把我带走了 算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